喂,Ready,开拍啊 你懂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啊? 国生日呢? Huawei Mate 50 Pro 有回Google App的日子 有名有名啊! 嗨,我是哥恩 今天来开箱 刚刚真的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黑科技之王 Huawei Mate 50 Pro Mate 50 Pro 距离上一代Mate 40 Pro 已经两年过去了 Mate 50 Pro 这次的回归 已经恭喜你和王爷了 除了多了很多新功能 最重要的是 人家现在可以用到Google的东西了 那为什么会用到呢? 最后我会告诉你 我自己就整理了 关于Mate 50 Pro 五个你一定要知道的东西 开始吧 Mate就是Mate哦 那个设计一眼就可以认出了 跟上一代一个大圆圈 加四个眼睛是一样的 同样以中轴线对称 配上一个星环设计 整体看是真的很adass的 配上这个黑色版哦 你室内看它的黑是有点带毁的 但是一道道光 因为用的是反光玻璃材质嘛 直接变成银色 而且还有一点 因为玻璃背面加反光哦 所以指纹会有点明显 但是另外两个颜色 冰箱银还有昆仑霞光就不会啦 因为银色是Mate的 昆仑霞光是素皮的 有一个小细节我一定要讲一下 这个东西真的是impress到我的 就是背后镜头的这个圆环哦 它有一个很impa的小设计图腾 巴黎式顶 cluse de Paris 要用法语念才显得比较阿达西点 讲的就是镜头边边这堆很细很细的切割纹理 就是他们还会的了 这类似很多金字塔形状堆叠出来的三角形 我自己上网就做了一些功课啦 这个纹理哦 一直以来都是西方高级珠宝啊 手表上面才有这个图腾 比如说少少都要整一百千的 Basset Philippe上面就有这个纹理 或者是 Jacket Draws啊 怎么念 手表来的 Jacket Draws 甚至在Marseli上面都有找到这个纹理 现在出现在Mate 50 Pro身上真的是有吓到我 感觉有一丢丢那么的一点点 甚至拿着一百千的奢侈品的味道 不过 它是小到哦 可能要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到那个纹路 它有在的 只是 你要细细看啊 Mate 50系列其实还有另外一款叫做昆仑霞光 它是素皮材质的 特别耐摔 听说裸机哦 丢在地上哦 多么问题的 但是因为我没有拿到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丢给你们看 屏幕方面 6.47寸2616×1212分辨率的曲面OLED屏 跟上一代最大的不同 就是刷新率 Mate 40 Pro的时候最高是90Hz罢了 50 Pro就升到了120Hz的刷新率 玩Game真的是爽外衣外衣 另外看这边 刘海回归啦 如果你们是有留意的话啦 每一年麒麟芯片都是在Mate系列上面首发的 但是今年不同啦 Mate 50 Pro它竟然用的是 Snapdragon 8 Plus Gen1这个全新的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在性能和功耗上面呢都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所以 体验上也很值得期待 不过这边有一个要讲的就是 Mate 50 Pro它不是一台5G手机 它还只是4G罢了 电池方面 4700毫安 配上66W的有线快充 还有50W的无线快充 而且华为出了一个新功能叫做 Low Battery Emergency Mode 它这个东西好像很厉害哦 就是当你以为你的手机只剩下1% 已经要死机要死掉了的时候 它竟然还可以够出一些电量给你 让你待机两个小时或者是12分钟的通话时间 给你打电话给你的朋友跟他讲 哦我现在在这里啊你来救我一下 等等我情况不会直接死机 所以如果你们有留意的话 华为一向来都很注重拍摄这一块 有几注重呢 直接跟Leica合作了好几年 但是现在Leica没有了嘛 现在华为就直接用上了这个 自家的X-Mage拍摄技术 X-Mage拍照的整体感觉很不一样 在Original Vivid 或者是Vibram Mode 下面拍出来都很自然 调色我也更加接近眼睛所看到的 而且Mate 50 Pro最近还拿到了这个DXO Mark Mark Phone Camera Ranking的第一名team 所以这是最大的黑科技哦 就是右边的这一类主镜头 它是一颗可以变光圈的镜头 你试试看 它是一个六边形的形状 它有点像平时camera里面调光圈的时候 那个开关 开关的那个设计 So我现在去到camera 打开专业模式Mod 然后你点这个A A就是Aperture啦 可以从F1.4调到F4.0 比如说F1.6 F1.8 F2.2这样子加 加到F4.0一共10档 而且我发现哦 当我增加光圈的时候 背后那个Lens 真的会像相机的Lens 那样子开关开关 会变大变小 来 再变大 帅气 就算你不会用Pro Mode 你不会调啦 也不用紧 它就算在Auto模式下 都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东西 去帮你自动换光圈 比如WiFi的时候 普通手机会用大光圈 去拍到前面的人很清楚 后面是某某的那种景深感嘛 但是Mate 50 Pro 就会自动换去小光圈 然后拍到前后人都清楚 那一个人自拍的话 就会换去大光圈 保证人脸是好看清晰的 这个10档可变光圈的功能 可能有些人会讲很废啦 我又不会调 哎呦 又这样麻烦 这样复杂 其实叻 它就是给你多一个选择 可能光线暗的时候 你就调大它咯 光线足够 你就调小咯 而且因为它是真正 可以改变的实体光圈 不是一般手机Bokeh那样 用虚拟的方式啊 它是真真正正实体的 所以拍出来的虚化效果 会更干净 比如说我的头发丝 如果用普通话 一般上都蒙掉 很假 是不是 实体的话就是特别自然 好像相机拍出来这样 OK 这边我就示范一下 F1.4和F4.0光圈 可以差多远 比如说我拍这个小猫咪 我从F4.0开始顺序拍 慢慢的把光圈越放越大 最后面这幅画 开始从清晰慢慢变蒙蒙的 这个就是手动调光圈好玩的地方 顺便说一说 Made 50 Pro的F1.4 是手机行业内里面 目前最大的主要 手摄像图光圈了 注意 Made 50 Pro它用的不是红门 它用的是EMUI 13系统 多了很多新功能 其中一个就叫做Super Hub 比如说这段文字盒图 哇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select起来 drag去这个Hub 它就有点像是仓库这样子 可以暂时存起来的 然后你继续滑咯 你看到 诶 这个图也不错 OK 我们照样做 看到吗 它根本还给过淘宝藏库 你全部丢进去暂时存放在那边 然后当你要做认读的时候 你就拿回出来 超强大 Multi-task的人会很喜欢 第二个 超空间压缩技术 也就是说 如果有发现同样的照片 或者是video 系统会automatic 帮你计算到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到 手机管家APP那边 把重复的照片去压缩起来 这个不是自己 道路的APP 它是手机本身 就已经有了的 所以它不是第三方APP 可以放心使用 第三个新功能 Audio Sharing 这个就是关系到 用耳机来听歌的啦 平时我们听歌就是 一个耳机 听一首歌很正常 但是现在Mate 50 Pro 它配合这个EMUI 13 它可以两个耳机 听同一首歌 从此你就不用两个人 是一人一编耳机 这样可怜哦 好啦 但是这上 Mate 50 Pro的新功能 就到这边了 入重点了各位 开头我讲到 Mate 50 Pro是一台 可以用到Google的手机 是不是 没错 它就是可以很顺畅的 用到Google类相关的APP 什么Google Drive YouTube Google Doc Google Map 都可以直接 从AppGallery上面下载到 你不用 什么APP 什么Battle Search 不用了 首先打开AppGallery 然后我们就Search 一个叫做Lighthouse的App OK 这个 这时候它其实是叫你 install买这个Lighthouse X的 OK Open Allow OK 上映我们的Google Account OK 下载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回去 可以照常像平时 倒落YouTube App 这样子 去找YouTube 然后记得 是Disclaimer下面 这个YouTube 不是上面这个 OK Install 你看它可以直接 从AppGallery上面下载 Google Drive也是一样 可以下载 Install OK 现在我们去测试 看看这个YouTube 已经下载好了 Auto-load in我的Account Auto-load in我的Account 可以 Comment History 我之前看的 WhatsApp 没问题 Google Drive 没问题 Google Map 没问题 Google Doc 没问题 噔噔噔 它现在就变成了一台 拥有Google的手机了 真法 目前这个方法不止 限定在Mate 50系列 Nova 10系列也可以 然后还有这些新机也是可以 有的话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其实很多人担心AppGallery上面 到底Apps不安全 会不会有病毒 这样子 所以华为就推出了一个 病毒扫描功能 可以Scan Virus 然后进一步去确保 那个App的安全性 OK 扫足功能 咪这边 Security check 最后总结一下 Mac 50 Pro从里从外 无论是硬件软件 都可以讲是黑科技蛮蛮蛮 加上透过Lighthouse 就可以用到各种的Google 相关App 使用体验上面 肯定是比较仿便一点的 建议大家可以去到华为 甜点去Tescan就懂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